大家好,我是Mira 話說我最近很迷上很漂亮的餐具 我之前已經去泰院買了一些很復古的碟 復古的花紋其實是非常適合配玻璃的 而我本身餐具裡面也不多玻璃的東西 杯多 所以這一盒全部都是玻璃碟碟碟來的 來開箱啦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都是這樣 透明玻璃碟碟是特別貴的 可能一隻普通的雅碟是兩三千塊的交易 但透明玻璃可能就要去到一萬多瓦 通常我就用在Coupon去賣東西 Coupon上看都是一萬多瓦 但我最喜歡的On Nure 집 就看到很便宜 所以我就買了一點回來 其實我也不是買得太多 因為始終我自己一個人住 而且我也怕塞爆廚櫃 所以我就要克制自己 好 那首先我們看杯的部分 雖然杯呢 家裡不是沒有 但是好像沒有大大容量的杯 可能大家會覺得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杯 它的容量比較多 就可以用來裝凍飲 這個是甜品杯 其實我也有類似 但是那個是酒杯 這個形式的杯我一直都想要 好像三千多瓦 這個放醬汁的小杯子 這個其實應該沒什麼用 純粹覺得它很可愛 生活上面的東西 我真的不是太喜歡買那麼貴 因為我經常覺得用得多 可能會很容易懶 而且因為我不是一些鏡石 我是經常都超粗心大意的人 所以我很怕會做難的東西 所以就 儘量都買一些 GP值比較高的東西 好 然後就是碟的部分 這是19cm的小碟 然後下面是有這些 花紋 看起來整個碟呢 沒有那麼悶 然後呢 再大一個size 就買一隻 這隻就買唇透明 好漂亮啊 為什麼 透明玻璃會這麼漂亮呢 我小時候 家裡是從來都沒有用這些透明的玻璃器皿 還有這個 嘩 它有 怎麼搞錯啊 看到嗎 頂 這個要先退貨 掃石 怎麼會這樣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看到嗎 看到這裡嗎 他們竟然不check 就這樣出些次貨給人 嗯 好 現在呢 忽然間 深血來潮 想來做這個 梳芙里Pancake 所以現在呢 已經準備好收拾材料 這些材料呢 是 長存在我家 所以我真的幾時都可以做來吃 然後就倒牛奶 好 然後呢 麵粉過篩 這次是我的第一次做梳芙里Pancake 希望成功啦 OK 然後呢 然後呢 雲呢拿香油 雲呢拿香油和檸木汁都是選擇 來的 我加好不加 大約4個茶匙 我加3個 因為它是最主要去除雞蛋的腥味 好 現在蛋白呢 打到站起來 就可以把蛋白 加入雞蛋裡 攪拌 好 好 好 很緊張 很扁 這兩塊餅盤 很扁 究竟我會不會成功呢 現在要等5分鐘 好像凝固了一點 然後加上去 現在很香 打算做一個藍莓醬 希望成功 我這個是沒有Recipe 我純粹是自己隨心 之前買了Yogurt粉 打算做一個Yogurt醬 它還附了一個羹 等一下 我聽到好像有點想焦 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怎麼辦 要焦了怎麼辦 要焦了怎麼辦 糟糕了 我已經聞到有焦味了 OMG 好黑 好黑 然後說要灑一點點水 很緊張 會不會兩邊都焦了 如果會的話 我會哭 我會哭出來馬上 黏起來了 不可以黏起來了 是焦了 但是還沒熟 我想說 是不是太大火了 給魚 先烤熟 可以再稀一點 一點點蜜糖 第一次做也算是差不多 雖然有點焦了 但是它也有一個厚度在 然後剛剛做了藍莓醬 我現在倒下去了 然後大家知道 為什麼由一件不漂亮的甜品 變成一個漂亮的甜品 就是 糖霜 咦? 不可以了 這樣加了一點裝飾之後 馬上都可以了 好漂亮喔 我覺得這樣 非常的好吃 焦味一點都不夠 嗯 雖然不是很濃 但是 味道是OK的 這些好吃 它已經變成了實得得 這些Pancake都是 出去吃了 或者有空再練習多幾次 可能會進步 要用剛才買回來的杯飲料 奶 但我想說 我的醬做得真的很好吃 其實如果牛奶加多一點的話 它就可以變成 藍莓乳酪 奶色 類似那個感覺 好 現在呢 要來做雞翼 超久都沒有吃雞翼 然後 這裡 有多少 有20隻呢 首先呢 就醃了它 之後 無論怎樣做都方便一點 1 2 3 17 18 19 20 真的有20隻呢 我也是脫量的 我不會看份量 用眼睛量 白胡椒 然後糖 然後米酒 超重要 它真的沒辦法被代替 啊 其實應該要薑 但沒有薑 我有薑粉 我之前甚至乎煮糖水 煮番薯糖水 我也是這樣加薑粉 它沒有生薑那麼好吃 但是 可以做一個頂替 好 然後就可以混合它了 超級香 好 然後 要花兩三個小時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Basel沙羅 因為我這次真的買了很多Basel 所以 要快點消滅它 超香 其實我人生是 第一次買Basel 回來 然後洗洗它 好 想把它切碎一點 讓Basel的口味更加出一點 這個也是朋友送給我的碟 超級漂亮 它迎合回家復古的風格 切完這些 下次煮食的時候就方便了 炒完之後我會放雪上 這個是大組番茄 所以超級甜 這是我的Basel 然後加入芝士 一起加芝士 本來我想買芝士 但是 說這個比較好吃 我沒吃過 先試一試 我那刨芝士的音量還沒來 所以我就用這個 然後就要調醬了 本來我想要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 但是我沒有了 所以我就用這個 它也是特級挫折 但是它就是黑松露 超棒的 之前我在法國買 問一下 Oh my God 超香 有少量的檸檬汁 一匙 其實我也不知道很好吃 我純粹都是試驗 我覺得煮食其中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可以這樣做實驗 蜜桶好像拿太多了 不夠酸 加少許黑胡椒 還有鹽 好 然後我在煮之前 要裹一裹粉 其實應該要加生粉 但是因為沒有 所以我就加薯粉 而且之前我試過 感覺都是類似的 所以OK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和我一樣 都是習慣 但是如果做好桌子 我可以先擦 但是我只限煮食的時候 即是只限對食物是這樣 大家看我的studio就知道 多麼混亂 好 現在就可以用來半煎炸了 因為現在要半煎炸 所以油要多一點 但是… 我要這樣試出來 超快 好 好 然後呢 其實我要做蒜香牛油雞翼 然後放牛油下去 然後就是蒜蓉 蒜蓉就隨心 好 因為我雞翼的份量比較高 所以… 我應該要多加一點 4茶匙左右 不過剛才我覺得我雞翼的肉 好像不夠 所以可能會加一點點熱 放雞翼進去 開中火 然後再炒一炒 炒一炒 炒到蒜頭變色 就可以了 搞定 炒到蒜頭 突然間不太想吃飯 所以呢 就雞翼配沙律 哇 哇 羅勒葉真的超級香 我是第一次用羅勒葉來做沙律 因為經常在街上吃飯的時候 都會很常吃到Besal 但就從來沒想過自己做 試試看 嗯 香港的這個醬 調得超級好吃 黑松露的味道 有一點點影響 如果是鹹鹹油真的會比較好 現在就多了一點黑松露的味 嗯 然後 牛油雞翼 牛油雞翼我也是第一次做 嗯 果然是要半煎炸 因為這樣才… 就香脆 現在上了一層醬 很多 好了 現在呢 要來做 青醬 意大利麵 現在還有這個 蟲果 蟲子? 蟲果 好手心 Besal要50g Besal放太久了 唉 本來我打算不吃 但是… 咦 怎麼會死了呢 這麼難養的嗎? Besal 啊 鋪麵送的 Besal 讓我養成這樣 好了 我就摘上面的來吃 他說是… 只能摘上面的 這個是27g 所以我把所有的份量減半 10g 但是說放多一點好吃一點 所以… 我用19g 芝士要40g 洗了Besal之後 把多餘的水份印乾 要炒那些… 蟲子? 還是蟲果? 然後這邊呢 就用來煮意粉 這次買了蝴蝶粉 我人生好像是第一次買蝴蝶粉 怎麼為自己人份呢 試試吧 然後… 然後加點鹽 那現在呢就要來煮醬了 好 首先呢 Besal 然後… 蟲子 那就是芝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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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約半斤 特級… 初榨的… 橄欖油 原來是貴超多的 比起普通的橄欖油 下20g 和… Besal粉是差不多 好 完成 WOW 但我覺得可以加多一支 芝士 用到番茄 先把一些… 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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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煎好番茄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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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微酸汁 最好吃的 酸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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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剛剛偷吃了,超好吃的 超級成功,我第一次做這個Beso Pesto 但我覺得芝士可以再加多一點 這個芝士真的超級好吃 賣相非常高分,很滿意 非常好吃 我被我自己也受到嚇倒 我原來這個芝士是這麼容易蒸,之後可以再蒸 嗯,好吃